发烧话题绝根就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宗彦 抓娃娃机风潮再起 全台各地随处可见 抓娃娃店一家一家开 其实抓娃娃机在十多年前 曾经风靡一时 不过后来坊间 越来越多高手出现 让店家只好在爪子上头 加装防甩片 降低娃娃被抓到了几率 但时间久了 民众抓不到娃娃失去热情 于是抓娃娃机渐渐没落 直到近期二代机的出现 让业者可以自行调整机台的难易度 再加上现在甲取商品多元化 除了有热门的娃娃之外 3C产品也增加了民众 想要挑战的意愿 人潮带来前潮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 新兴的商业模式 娃娃机机台租赁 也就是店家以月租4000到6000元不等 将机台出租给民众 因为入行的门槛低 吸引许多小资上班族 争相投资 形成另类的共享经济 究竟抓娃娃机 为何能够在低迷的市场中 杀出重围 对消费者的魅力又在哪里呢 资深记者邱兰婷程序中 但您一探究竟 就你夹东西都很有成就感 对 这很有感觉 你花多少钱 170块 170块啊 好不好玩 好玩啊 炸倒的时候就最开心了 叫我爱 哎呀 没有转到 差一点 有啦 有啦 娃娃机有多夯 只要有人潮的地方 几乎都能看到它 喜欢的周朵 其实很少哦 来 带的喜欢周朵 已经带回家 来到台中冯甲夜市 短短不到100公尺 就有超过10家家娃娃机店 再转到东海商圈 接近晚上10点 人潮 车潮依旧热落 业者告诉我们 东海大学附近方圆3公里内 已经开了超过50间 家娃娃机店面 东海这边真的越开越了 四五十家绝对有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促销 有人潮才有前潮 全台掀起娃娃机热潮 因为要将里面的商品抓出来 可没那么简单 华人说除了碰运气 还得靠实力 其实说真的技巧和观念 占三层 对 观念就是 我们要扩哪个点 这是在技巧和观念里面 用那个树袋把它推进去 那如果用别的给它装进去 比较难 比较难 装不到 怕装不到 果然内行看门道 抓娃娃七分靠运气 三分靠技术 至于有哪些秘诀呢 第一 试爪力 我们第一就是先投十块 试看它有没有爪力 如果有爪力 我们在看它的 会看它的防甩片 或是能不能甩 我们常常在打的人 就是习惯甩爪 防甩片就是降低爪子的摆档幅度 画面左边的这一片和下方爪子 几乎没有空隙 就没有摆档空间 右边的防甩片 空隙相对大出许多 达人认为抓到商品 机会比较大 这台应该可以 这台应该比较松 就是把它的防甩片 跟它的爪子甩松 甩松我们再摆档 就比较好摆档 高手锁定目标之后 接下来准备进攻 大力晃动摇杆 让爪子不停晃动 这个动作就叫做甩钩或甩爪 就是把商品从后面拖到前面出来 比较容易出货 你如果直上直下的话 它还是在原地 将写完基本的抓工三步骤 百哥直接从口袋掏出十块钱 当场示范 这种娃娃其实是可以打的 因为它可能是用 它的范围就是比较宽比较大 那用拨出来的 这是用拨的 用拨的 但是也是要头看看 如果不行就要放弃 边讲边抓看准商品就下爪 三两下不只是可爱玩偶钱包 还有毛巾 又或者是这个3C产品 都能轻松入袋 这个盒子比较不好抓 对啦 但是它扣点也比较多 会刮掉 短短不到十分钟 刮不到两百块 就抓到桌上这对商品 看达人抓得不费摧毁之力 抓我阿姬 感觉没那么困难 不过当记者实际操作 就算有高人在旁指点 还是一直抓不到 往前一点一点 靠右一点 再靠右一点 再靠右一点 再靠平 这样就下去了 怎么可能 二手水 你没看错 不过就在以为要抓到的那瞬间 娃娃突然又往反方上弹 这就是二代娃娃机 最让民众想要挑战的关卡 不就是这里了 这里吗 对 不是不是 这里 听你的好像 不会中 为什么他都会跑不过来 当然有攻就有防 面对高手如云 娃娃机店业者 也有防毒小配包 像这种长条状商品 就必须摆放和洞口平行 因为如果物品摆放和洞口成垂直 就很容易一步步被慢慢移到洞口 最后结果就是 这是站起来 站起来嘛 让它跨挡嘛 然后翻出来 有机会吗 果然 一转眼 商品又被达人抓了出来 但是这也是业者承担的风险 因为太难抓 太好抓 都会影响消费者的玩心 通常我们会让在洞口附近 然后让客人觉得 比较有机会夹 然后会有一点 高度角度 所以它夹小会比较好抓 垫高之外摆放位置 也有学问 距离洞口间隙 大约一个拇指长度 让消费者觉得 人人有机会 享受中间的刺激感 就是如果有中的话 就非常开心 如果没有中的话 就非常难过 但是这个中间是一个乐趣 我觉得 就是如果心情不好 可以发泄一下 一天有时候500千 有时候夹一夹 有时候会夹到 就是类似 就好像风膜一样 就是想要把它夹出来 就会越夹越多 工房之间如何拿捏 没有一定准则 业者放出小甜头 吸引顾客上门 想挑战的消费者 则下苦工 从物理公式中找出制胜关键 你任何一个时刻 它都有 都运该时刻的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放看看 例如说在这里放开 就会从这里出去 物理老师又老师 因为喜欢抓娃娃 所以15年前开始研究 怎么提高命中率 甚至还制作教学影片 PO上网 这样拉起来 在这一瞬间 它虽然松开了 可是在刚拉起来的时候 这只娃娃已经有一点点速度了 这个就是它的惯性 或者说它有一些动量 像左上方 因为你是斜着拉起来的 此时虽然没有爪子了 可是它会自己飞出去 有没有 用简单明导的方式 让观众一目了然 半年时间 影片就有70多万点阅率 又老师希望 透过娃娃机爪子的摆当原理 让学生了解 自然界的物理现象 拉起来 它大概就是会这样起来 这样起来 这样起来 就这样拉起来 所以你要看它是在这边放还是这边放 如果是这边放 你就把洞口预设在这里就好了 如果是在 如果洞口在两边 它确定往里面甩得更深的话 那你一开始的夹曲 就一定要预设洞口在这边 也就是说 如果二代机 最后会有向内甩的这个动作 物品虽然在一样位置 但爪子就必须从原本的这个位置 移到另一个位置 摆当幅度完全静向 最后放爪的点就会向洞口甩过去 除了下爪的位置很重要 了解防甩片对爪子的摆当有何影响也是重点之一 你在摆长比较长的时候时间点比较好掌握 例如说我想要在这边下爪或这边下爪 你其实来得及反应按下去 但是因为多了防甩片之后变得很短 你有没有发现 到左边到右边的时间太快了 仔细比较 摆长较长的物体摆当慢 如果加了防甩片在中间 摆长变短 摆当明显加快许多 速度变快 民众的反应时间变短 商品就变得更难抓 那更厉害的高手可能在 不是在两端点 可能在中间的某一点 连那个时间都抓得到 在这里可以在某个地方抵达 在这里可以在某个地方抵达 那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都要测试几次才知道 其实所谓的技术就是花很多钱变出来的 单变出来就会有拯救感 就可以一直变下去了 装娃娃人人有机会 但不见得各个有把握 达人透露 因为防甩片前方 有个小缺口 所以在洞口前方的商品 会比在右侧的商品夹到几率更高 防甩片的存在嘛 就往这边就甩不出去 往这边甩不去 往这边甩不去 但有缺口的话是比较容易晃出去 那这样是就可以有很斜的角度去抓 还有挑商品 尽量挑有四只的物品 比较容易到手 初学者我们就是要抓四只的 有四只的 不要抓 尽量不要抓圆形的东西 圆形它的扣点比较少 如果我们抓有四只的 像它有手有脚 可以让爪子去扣 有难度就会有人愿意挑战 娃娃机风潮也带动了一波新的 共享经济模式 现在不少娃娃机店 每台机器摆放的娃娃都像这样 里头娃娃杂乱或是看似无人看管 仔细看上头的负责人 都是有不同名字 这就是近来流行的租赁娃娃机 第一个称之不齐 第二个会比较难讲 因为租台有租金压力 如果对一般的小资组来说 租台可以当一个 可能去创业 开一间就是自己的橱窗 可以摆你要的东西 可是另外的它有压力 就是说一台租台可以租五千块 它每月都五千块压力 一个租台就像是一个小型商场 里头摆放的是您自己想成立的商品 这应该是属于变形的共享经济 因为大家知道共享经济 它谈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以租代买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是把以租 然后跟租赁又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部分 和以往娃娃机店由同一个经营者 经营的方式不同 现在场地和机台都是由业者所有 但机台负责人则是采取租赁方式 台主私下透露每台机器每个月租金 基本上约四千到六千元不等 也就是二房东的概念 娃娃机达人百哥自己就租了四台机器 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就是我们要自己会学会调整机台之后 我们去破解它 我们会想去破解它 有时候会回去再模拟 除了战略模拟 还有因为租机台 可以当成副业经营 但真的有这么好赚吗 其实好不好赚就是看个人 就是至少可以打平 打平我花那么多钱在家 我抓那么多娃娃我就摆回去 让别人夹 那你要扣掉成本里面的娃娃 再多租金压力 所以你要赚更多才有办法赚回来 所以基本上租也不好做 不过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现在娃娃机热潮当头 经济效益高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意义浮现 以这种的一个商业模式来看 最大挑战的部分 就是管理的问题 谁来管理 风险谁来付 如果跟消费者产生纠纷的时候 消费者要向谁诉求 娃娃机是房东 业者 还是消费者 谁收益 专家认为目前看起来 成效还有待投估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机器 风吹的时候 所有机器都飞起来 但是风一停的时候 可能很多机器都掉在 掉满地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风能够吹多久 很大的问号 可能吹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满足心灵成绣感 圆了自己当老板的梦 或许是苦闷的现代人 在追求生活中的小学心 娃娃机在台湾结合了新内容 重新变得热门 人的创意无限 但如果试图扮演造物者的角色 可就要严肃看待 2010年台南世界蛇王教育农场 让非洲公司与母孟加拉虎同龙交配 繁殖出三只台湾首建的狮虎 现在只有一只活了下来 它叫做阿彪 今年满七岁 持续由屏东野生动物收容中心饲养 但是它的身体状况 让人看得于心不忍 是基因的缺陷 还是人工饲养出问题 下一段节目 我们带您实地去了解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心追踪 欢迎回到热心追踪 全台唯一一只的狮虎兽阿彪 今年满七岁 持续由屏东野生动物收容中心饲养 阿彪的爸爸是非洲狮 妈妈是孟加拉虎 狮子跟老虎同属猫科暴鼠 但分别属于狮种和虎种动物 不同种动物交配繁育下一代 公彪无法再繁殖下一代 母彪只有机会受孕 阿彪脊椎S型侧弯 左后腿僵持无法正常行走 动保中心评估 恐怕是狮虎交配产子 基因缺陷问题大 然而人工繁殖出阿彪的 台南蛇王黄国南却主张 动保中心养育不当 双方各执一词 但是无论争议为何 依照国内现行野生动物保育法 狮虎都是属于野生动物保护范围 未经过申请许可繁殖 私自繁殖都犯法 因此当年黄国南被采取 一万云的罚款 动物专家更直言 人类繁殖跨物种的生物 目的是娱乐 或者是研究教育 恐怕需要再思考清楚 否则对于这些动物的福利 跟伦理来说 都是值得深思的议题 记得李宛鲁王宗翰的深入报道 他也是全胎唯一一只狮虎 大家叫他阿彪 这只远看似乎也是狮的大猫 毛色亮黄整齐 头形方正跟狮子一样大 脸上却拥有老虎的斑纹 他会发出什么声音吗 他通常 像猫什么那种吗 他会有一个叫的声音 可是通常不是在撒娇的时候 通常在傍晚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叫 对 阿彪 今年七岁的公司虎阿彪 仿佛一只慵懒的大猫 跟熟悉的照样员亲密互动 他这样就是撒娇 他希望Keeper去摸它 然后它就会靠过 然后他也喜欢我们就用手指头 去摸它 去摸它的毛 就像个大孩子 阿彪隔着铁笼跑拍撒娇 从小被人类俊养 他性格相对温馴 他对于人类来说 他会比较熟悉一点 所以像我们Keeper去接近他的话 他也比较可以温馴地 去听Keeper的指挥等等 尽管对人类已经很熟悉了 阿彪见到镜头 还是不免感到好奇 动物本能也让他提高警戒 原本有难的他 突然一起身飞奔而来 展现狮虎大动物的敏觉性 然而阿彪这一起身 也让我们见到 让人揪心的这一幕 他弯曲变形的脊椎 僵直的左后腿 只剩下三只功能完整 不管跑步或者行走 他都是拖着后肢前进 他其实从小出生 骨骼就是变形的了 他小时候的行动也是 拖着后半身在走 所以他的骨骼的部分 是天生造成的 然后他长大 已经没有办法回复了 所以目前他就是以 大概把重量都摆在三只脚 因为他有一只后脚 比较没有办法活动 阿彪后腿不变 饲养园区得特别设计动线 方便他四处活动 照养园也设计各种不同的玩具 让阿彪的生活有趣一点 我们会有高高低低 还是会有符合一些空间的风物化等等 可是通常这些高高低低的 落差不能太大 然后也要有一些斜坡 让他方便来行走 为了强化阿彪的骨骼激励 照养园特别留意他的饮食 兽医也会视情况增加他的营养补给品品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以鸡肉跟牛肉给他 那我们吃的话 就平均就是会控制在每一餐2.5公斤 然后加一些葡萄糖胺给他 然后补充他脚 一些疾病 对 然后补充他的营养等等 所以就是会应用饮食来控制他 不要让他体重过重 或是无限制的一直长下去 平科大控制阿彪的体重 维持在165公斤左右 因为一旦过重对他的四肢来说 就会是更大的负担 阿彪是全台仅有的狮虎兽 也是全球少数的个案之一 2010年时 经由台南蛇王黄光南的教育园区 以人工配种公狮子与母老虎 繁育出三只狮虎兽 当时举国震惊 却也引发不小争议 违法繁殖的争议 有没有尊重到动物的生存权呢 这是台南世界蛇王园区里头的 非洲狮跟孟加拉虎交配 在昨天生下了三只台湾标 当年标出生的消息一曝光 农委会领务局立刻介入 基于野生动物保育法 业者不得未经申请 自行繁殖保育类的狮子和老虎 因此依法宣布末入后代 并且裁罚黄光南一万元 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野生动物保育法的 第31条的第一项 非基于教育或学术研究目的 经过主管机关的许可之后 它才可以从事后面的 可能繁殖的这样的动作 那所以在这个案子的本质上面 它就没有经过许可 所以就违反了我们第31条 第三项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当时出生的三只标 两只不幸夭折 只剩下阿彪依法末入 被送往屏东野生动物中心 如今七岁的阿彪腿急残缺 到底是先天基因不了 还是自幼体弱 曾经过多次急救用药 台南蛇王和动保机关 持不同意见 出生的第一天 它吃了15cc 第二天 它牛奶就吃50cc 第二天它们就抓去 以后被剩下15cc 两天都不会 就不会不吃 你看这个东西非常体质的东西 怎么让它们不吃呢 不吃的话你看 一个礼拜死掉了一只 另外一只 一直打针一直怎样 变成残退了 现在它们最不会养 偶尔来砍脱工 我们就经有缺陷 就是非常不公道的啦 存活率其实不高 因为它们那批一来的时候 有三只 那其他两只在小时候 最近死亡 然后阿彪在小时候 也蛮难照顾的 然后也急救蛮多次的 那好不容易才把它带大 所以它们存活率 在存活率上面来讲 其实是不高的 正因为繁殖食虎兽 有为自然常力 全球个案数量相当稀少 阿彪腿残究竟是先天基因缺陷 还是后天照样问题 双方各说各话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物种 其实透过这种 不是很自然环境下面 生殖出来 繁殖出来的动物 也许它都有先天上的一些毛病 那先天的毛病 其实你在很小的时候 不见得能够知道 必须要随着它的生长环境 历程慢慢才会展现出来 全球施虎兽数量极少 曾经曝光的个案 像是在美国佛州迈阿密的 丛林岛主题乐园 一只名叫大力士的母标 或者韩国利保乐园的 赛福动物野生事件 则是公开展示一对狮虎兄妹 还被封为镇远之宝 你看这一只不是在龙子里面 在美国 这个是美国的 它们不是在外面 这个是它的后代 什么黑衣的小的后代 它非常温馨 非常的乖 它如果去献腱 它会有积水骨那个错弯那个切线吗 没有啊 那因为我们由于人类的好奇把它饲养在一起 饲养在一起 更致因为人类的好奇心 所以希望它们能够互相配种 那尤其像这种 这种合成的那种物种的话 它就跨物种 所以它的漆地跟它的实性 甚至包括了一些生理的一些资料 事实上现在目前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就是合成的物种的一个存在 对于就是那些救伤的那种 就是野生动物救伤的单位 要去照料它们来讲的话 事实上也是相当困难 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其实石虎兽照料困难 有缺乏通盘研究数据 教授直言其中更涉及研究伦理问题 目前我查到就有关标的资料 然后我搜寻的资料库 包括美国的生物技术的一个就是网站 然后就是NCPI 还有欧盟的就是有关科学文献的就是资料 那目前查到的话 大概只有2004年 有一篇有关就是讨论 稍微讨论到标的一个就是文章 在网路上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影片或者一些文章讨论 老虎跟狮子配种之后的标的一些体型 跟它们一些外表的一些特征 但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 就是说比如说老虎跟狮子配种之后 它得到了多少个后代的个体 然后它的存活率到底是有多高 好那存活之后的那个就是这些动物 它的照养它给它的一些食物的来源 饲养管理的方式 事实上在那个就是影片中或者网路上 它完全没有交代 有违研究伦理 人性有限 也因此现在人类不能确知标的寿命长短 对它最适宜的成长环境 或者它对环境的适应状况 甚至基因性状都难窥知全貌 再者以国内现行法规来说 狮虎兽属于野生保育类动物的后代 主管机关灵物局认定 完全禁止人工繁殖 透过两个保育类野生动物的 这个 对生殖繁殖的这个交配 然后生出来的这个动物 基本上我们应该回归一道本质 也就是回到母体母本的这个部分 爸妈式 所以你可以说它生出来的动物 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受 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范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基本上它在做这件事情的前提下面 它就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了 来来来 坐 咋叫 咋叫 采访团队再重回阿彪出生的地方 眼前这只非洲狮辛巴 是阿彪的爸爸 隔壁笼子内的孟加拉虎 叫做美女 是阿彪的妈妈 这对立内夫妻大鸡 狮子老虎亲力互动 眼前景象确实相当特别 有些野生动物事实上是已经 从小就被人全养 所以它已经适应这样子一个 就是饲养环境 那因为它的生活的范围就是这么小 所以当它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就是饲养环境下 然后不同物种之间的一些行为 事实上跟它真正是 来自野生动物的这些行为 可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样现在那个成年的那个虎跟狮子 碰到我后一年 一定尸杀到死为止 我利用这些主要动物的学性 在小的时候从那个小baby出来的时候 就跟它在一起 让它玩互相玩互相 我说实话以后 这样就是两小无猜嘛 就是青梅竹马嘛 对不对 以后就逊女成章是这样 黄国男从小带大星巴汉美女 让他们生活在一块 双方互动自然亲密 成年发情之后 进而交配产子 狮子栖息地在非洲 老虎栖息地在亚洲 一只是丛林之王 一只是万寿之王 野地中不会相遇的他们 却在人类饲养之下 自然发情交配产子 若人类充当上帝之手 能负起责任吗 因为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要去做实验去试试看 那这样子的一个 出发点上来讲的话是没有错 但是你可能要考虑到 更多的一个生成的层面 包括它是不是符合动物福利 对那你产生之后的个体 你对这个个体是好的吗 还是为了你自己的研究上的一个 渴望幻想 然后却去牺牲一个动物 出生之后 它必须面临很多 很多它未知的一些问题 一些挑战 在动物面前 人类掌握绝对的主导权 强势与弱势之间 控制与支配之间 我们如何看待动物的生存权 值得深思 或许 石虎阿彪也效盲着铁容外的生活 下一段节目要带您看到 106年11月 台中外溢监狱发生兽行人脱逃事件 一名王姓兽行人 原本和其他人前往农场 进行种植蔬果的工作 当时有一名监管人员管理 但是到下午点明时 王姓兽行人突然不知去向 警方经过延续的追气 才又惊险地将他逮捕 下一段节目 我们就要进入台湾的预证系统 来看看外溢监狱的运作模式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情追踪 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106年11月初 台中监狱外溢监 金船受刑人逃遇 这件也是台中监狱 外溢监创立以来的首例 但为何外溢监狱会和一般监狱 有管理方式的大不同呢 根据监狱刑刑法规定 外溢监狱成立的目的 是希望提供准备假释出狱的 受刑人准社会模式 因此强调无港哨 无违离的弹性管理模式 而且受刑人可以申请返家 住宿两到三天 甚至还能够申请家人 到外溢监狱里头同住度过周末 如此人性化管理 也让许多受刑人认为 外溢监狱根本是监狱中的天堂 但是并非所有受刑人 都可以移转到外溢监狱 像是性侵犯 暴力犯 毒犯 都是拒收名单 因为担心放假返家期间 会有施暴 性侵的再犯可能性 记者朱涵瑜 黄军豪的专题报道 这是许多人对监狱的印象 1 2 3 4 5 6 7 8 一个口号 一个动作 跟着预防人员的指令走 各个区域之间都有厚重大门 上锁把关 而且每道门都有人员 现场管理监控 就怕有受刑人企图逃脱 但是也有监狱是长这样的 白山黑库在别上领结 只要有外宾来访 这群萨克风乐团当仁不让 大门口吹奏迎兵 十位乐手来自各行各业 而现在唯一的共同身份 都是台南明德外溢监狱的受刑人 因为我没有音乐基础 我在外面也不曾碰过这些 音乐这种东西 然后后来进来学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 就好难 因为萨克风不是一般想象的 你一定要吹出声音 然后那个吹出声音是 我觉得是最难的地方 就一直嗶嗶嗶嗶嗶嗶 一直破音一直破音 对啊 然后经过老师的一些调整 还有同学大家互相帮忙 互相鼓励 然后就慢慢的 有开始接上轨道 然后慢慢的 就越学越顺利了这样 说到音乐 难掩开心之情 跟任外溢监狱里面的学长老师 认真学习乐器 现在已经拿到街头艺人证兆 24岁的小龙 其实是个害羞的大男孩 当年因为冲动 太挺朋友 犯下持线结伙抢劫罪 召叛七年两个月徒刑 在狱中表现良好 获得机会转到外溢监狱 继继续服刑 她说从普通监狱到外溢监狱 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我一开始一踏到进来 一踏进来这里我就觉得 哇这里怎么 就是空气很清新 对啊然后视野也整个都不一样了 对 整个身心心里全部都觉得 我好像自由了 对好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小龙所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这里面看到水啊 还有看到雨在水中游就觉得 蛮开心的 我就觉得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 带着我们在花园中坪绕一圈 看着她最爱的水池 晒着太阳 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明德外溢监狱就在半山腰 背山面谷 风景绝佳 监狱外观像是三合院 充满着古朴感 不过所谓的天堂般监狱 不止这样 满山遍野跑给人追 无为离的饲养方式 每一只鸡能跑能跳 肉质弹性更是不在话下 这是明德外溢监狱 最有名的明德鸡 帮忙养鸡 顾鸡的都是兽型人 一开始也是会怕鸡鸡 有时候很大只也是会咬人的 要被咬啊 会啊 就通常就比较不会痛 他有时候会跳起来咬人的 开玩笑说 平常也是会被鸡欺负 不过阿诚现在已经养出心得 要知道鸡有没有感冒 感染呼吸道疾病 蹲下来帮鸡听诊 听听看有没有鸡在咳嗽 接着再进行触诊 有它咳嗽 有几滴物 不然有支气管就不要 那里面外人的有看 对 就这样不然 它就没有毛毛 我会轻轻的 我会说暗色 光是一年 明德外溢监狱 鸡养的鸡只数量 就有三万到三万五千只 靠着口碑打出知名度 网路订购 营业额相当不错 鸡是最大宗的 鸡我们大概一年的产量 大概在三万四三万五千只 那销售额大概在一千一百万上下 从中学习到一技之长 对这个动物 哪一种动物 它们可以从小养到大 那它可以从这边学习到很多的专业知识 有很多松人出去 也相同的会从事这一方面的养殖 那对它来讲 初见以后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鸡鸭只是鸡粉款 鳄鱼鸵鸟也曾经饲养过 预防希望在饲养过程当中 让兽型人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动作熟悉老练 大羊小羊一只只跟着乖乖走 40多岁的Jackie 现在可是外衣监狱里面 虚目组养羊般的第一把交椅 一般羊的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唾液 是成粉红色的 如果说有白或是有发臭 口腔或发臭 老实话可能就是身体有出毛病 谁生病了 他一眼瞄过去就知道 照顾羊的这一年下来 心情行为似乎也悄悄有了改变 总变最大的可能心性吧 心性会比较遥阔 然后过于对于过去的一些 所作所为的话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一些 瘟疫这样子 让你有所发挥 让你觉得说 你在这个社会并不是没有 所谓的一个遗体之常这样子 能激发你的潜力 你的所学这样子 到时候说假使出现之后 能够马上的一个融入一个社会 不会说跟社会有一个断层 其实这也是育方人员 透过观察来评估受刑人的行为 行性的重要过程 常喂食假羊 什么时候羊交配 什么时候羊要生 生了之后 没有母亲照顾的假羊 我们要用人工去喂食它 那这样子它会对这个东西 会产生很大的责任感 我们主管就是将责任丢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作 要将这个东西做好 以便回去之后对自己做的事情 也要负习一些责任 除了空间 时间能够自我财性管理之外 和一般监狱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在外疫监狱里面 能够按照刑期级别表现程度 一到四个月之内不等 受刑人可以申请返家住宿两三天 甚至育方也会特别准备 与圈同住的宿舍 受刑人可以申请让家属来同住 度过周末 我每个月都会申请 太太要来之前 她就问我想要吃什么 上个礼拜我是说 中午是吃咸酥鸡 那晚上我想吃多一点青菜跟水果 晚上就是她煮的一些青菜 跟她我女儿消的水果 看似不可思议的服刑待遇 的确也让受刑人格外珍惜 这也是外疫监狱 所想要表达的正面意义 跟社会跟家庭都脱节 毕竟不能回家 那在这个过程 如果能有与卷同住的机会 能够让父母亲或是妻子 或是小孩 直系亲属来 跟我们共聚的几天几个晚上 我觉得在亲情轮理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不过外疫监狱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和一般监狱 有如此大的不同 根据监狱行刑法规定 外疫监狱原本是希望 所有受刑人在假释出狱之前 能够做好重新回归社会的准备 因此外疫监狱打造出来的 就是一种准社会的模式 无钢绍 无围离 要受刑人学会自我约束管理 不过专门的外疫监狱 目前在台湾只有三间 桃园巴德 花莲自强 以及台南明德 数量不孤使用 因此改用零选方式 零选表现优异的受刑人 从一般监狱挑选到 外疫监狱继续不行 但是改成零选除了人数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些人都是无为强无钢绍 怕会对社会的社区居民会有所冲击 所以我们用零选的 因此在万一签条例第四条里面 我们就规定了 就是说有一些条件的人 我们是可以选到那个地方去 来确保这个制度是比较能够OK的 零选标准当中严格规定 性侵犯 暴力犯 家暴犯 以及有逃脱前科者 都不能列入零选名单 因为牵涉到放假返家期间 很有可能有再犯几率 外界有一个很好的配套 就是说这些人可以定期返家 或者是与卷同住 在外面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还会对那些人失报 或者是性侵等等之类的 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原则之下 那么暴力犯罪人 或者是说像毒品犯 那么这些人 我们基本上就是不去考虑到零选 赖永年副教授 讲的就是这个真实案例 花莲的一名死囚戴文庆 91年还在杀人案 服刑期间收嫁返监 以水果刀尼龙神控制两名女问奖 将其中一人杀害 戴文庆1990年 杀害一名女继承车司机 背叛无期徒刑 转到花莲万一监狱服刑之后 2002年获准返家探亲 回监路程上 再度杀害一名女司机 并且性侵得逞 为了避免此类憾事再发生 这几年临选制度执行下来 有了这个现象 以明德来说 截至民国106年9月底 收容380人 犯下贪污制罪条例的68个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公务员和政治人物 排名第二的则是杀人罪50个人 不过这里收容的杀人犯 专家说并非传统的杀人模式 他虽然是杀人 可是他实际上 他不是真正我们传统上来讲 比方说是随机杀人 或者这个所谓的虐杀等等之类的 拿着刀凶残的杀人 那这种东西 再加上他的一个背景跟色情地位 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说 他比较有潜力去复归社会 因此他有比较好的条件 或者诱因 让这些临选委员 临选了他 然后到外溢监狱去 整体归纳下来 能够到外溢监狱的 原本在社会上都具有一定的射精地位 同样也具有专业技能 甚至不乏有律师医师检察官 而外溢监狱已经是假释前的 最后一个关卡 御邦当然希望能够临选到 所谓比较好管理的受刑人 一些传统的像暴力犯罪 毒品犯 这些所谓的社会观感不佳 那么它的再犯率很高 像窃盗犯 那这些部分我们都排除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一些是正侧面使然 有一些是所谓的社会观感使然 也有人好奇 在这样开放式管理的模式之下 受刑人难道不会逃脱吗 当然有 不过一旦跑了被抓回来 不得载到外溢监狱 而是载到一般的牢房里面 因此过去几年逃脱人数 寥寥可数 外溢监狱给予受刑人的是信任制 国外的研究发现 如果你越隔离他 越鄙视他 越不让他有这个所谓的 更生重建的这个机会 他就像是那个皮球 你拍得他越大力 他反弹的力道越大 也就是说你越排斥他 越不让他跟社会接触 他其实重返社会越困难 那重返社会越困难 他只有一条路继续在犯罪 所以那其实对社会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 这个付出的这个成本会更大 在犯罪学理论当中提到 给予会会使受刑人 有更大动机努力去改变 人性本善本恶难断定 但要相信与生俱来的 不远能力 外溢监狱要给的 就是这个一年 整体归纳下来 能够来到外溢监狱的 原本在社会上 都具有一定的射精地位 同样也具有专业技能 甚至不乏有律师 医师 检察官 而外溢监狱 已经是假释前的 最后一个关卡 预防当然希望 能够领选到 所谓比较好管理的受刑人 不同的服刑待遇 的确也让受刑人格外珍惜 这也是外溢监狱 所想要表达的正面意义 它的存在 不能因为逃脱事件 而将它丑化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看到抓娃娃机 再次变得热门 除了商品内容多样化之外 也跟实体店面经营 不仅其有关 人潮会带来前潮 但也呈现出台湾社会 过去也曾出现过的 一窝蜂现象 参与其中的投资人或经营者 必须要记取教训 发烧话题这根究底 我是王李中业 热线追踪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